六四那天,罗斯·塞尔德的家人在现场 他们是不是有其他更具体的想考察的那个东西 首先是我到现场 他们就觉得曼斯国到现场了 去年他为啥不去 他今年我来他觉得安全上 还有一个我和战友们大规模的这种接触 他觉得这是个大事 这是主要原因 第二个就是他在问我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参加是他的家人其中一个孩子 他这个孩子还是跟中国人同婚的 他的女儿就是这个闺妮嫁给了中国男的了 而且很幸福生了好几个孩子 是最旺的知之一 他当然对中国人就更感兴趣了 他看咱们的直播 看咱们的行为 觉得你们咋跟我见的 包括我先生和这中国人得这么不一样呢 然后他也有很多说实的话看不上的地方 有意见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去呀 人家来到现场来一个最大的感受 我真身感受中国人 没有任何知道他们的到来 你们谁也不知道他的到来 我说我会安排你 让宝宝让你过来看 人家转了几圈看完以后 人家特别开心的我走了 然后结果下午又混进来了 所以说那天人家来的时候 看到咱们团结他们是很不可思议的 他们印象中中国人是不团结的 他觉得中国人一个一个相对数都特别好 中国人只要是有几个人一聚会 背后就是人家说坏话 他说我真特别烦 人家跟台湾人香港人接触 没这感觉 看你们大陆人怎么这么爱说人家坏话 结果到新中国联邦来人家感受我们特别是这个激发人 他老喜欢激发人了 也买激发人也看激发人 因为激发人在这他也想来看一看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但下午再来是什么原因啊 就是他特别触动的事 竟然知道咱这些人都是自己战友服务 这就是一个新中国联邦的不同的行为的方式 改变了一个外国人对整个中国人过去群体的看法 如何让你的行为和你的整个给别人带来的观感和感觉 和他们过去认识的共产党的中国人不一样呢 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人那天就表现出来了 团结 谦卑 而且每个人都是在高度的配合 而且中国人在西方人都是极为自卑自我的 那个形象在这一点都没有 大家都很自信 而且都是非常互相照顾 他感触真的是很深的 而不过他另外还有两个人嘛 另外一个人就是跟那个长岛夫人 你看长岛夫人就点干活 人家发现了一直干活 长岛夫人过来了就跟那个人喝两杯酒啊 后来对话 她后来跟我说 长岛夫人真的是特别棒 她说这个阿赖喝两杯酒 她说特别有礼貌 问的话就很到位 然后她就特别感动 她觉得中国人从来没这么文明 这么自信 所以你看就在点点滴滴当中 我们展示了给人家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是不同的 感谢 警察